各位網友,您好,今天就講到妙法年華經陀羅尼品第26 當時若王菩薩起身萬佛陀,他說如果有能夠授詞法華經或讀眾、融會貫通、書寫這些經卷,有多少幅? 佛告訴若王菩薩,如果有男子女子她過去曾供養八百萬億那猶他、行河沙等諸佛 那你覺得她的功德多不多?她的福報多不多? 那若王菩薩回答她,非常之多 佛就說,如果能夠授詞一四句解讀眾、解義、如說修行、功德甚多 即是說她能夠授詞法華經的功德更多 你過去供養過這個八百萬億佛 那時若王菩薩就說世尊,我現在就要講這個陀羅尼咒 以守護這些講法華經的人 那她就唸了這個咒,她說如果有人侵害法師 即是若有侵毀此法師者,則為侵毀是諸佛爾 即這個陀羅尼咒就是有六十二億行河沙等諸佛所說 即是來守護這個法師 即是意思說法華經的時候,或者平時那個法師 你們對她不好,都會等同侵害了六十二億佛那麼多 然後佛陀就說,你真是善哉善哉真是好 好,若王你因為敏念這些法師而講出了陀羅尼咒文 也帶給很多眾生的利益 那時勇斯菩薩也說她要擁護這些獨眾授詞法華經的人 因為如果有什麼惡鬼、夜叉自求其短,無能得辨 即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有其他夜叉羅撒、孽病鬼、吸人氣精鬼、惡鬼 想捉著法師有什麼把柄,她都一定不能得逞 除了若王,除了勇斯菩薩之後 昆沙門天王也說,誓願要守護這些法華經的行者 即是講法華經的人,她未必一定是法師 她可能是善男子、善女子,即是普通人 她也在佛前說,我都敏念這個眾生而擁護這個法師 所以我都說了這個陀羅尼咒 慈國天王也說這個陀羅尼咒 也說如果有侵畏此法師者,則為侵畏是諸佛兒 即是你以為想害這個法師,其實就等於害了42億諸佛 那時還有羅撒女,即是有10個 他們是十羅撒女,以及鬼子武神,以及她那些子及眷屬 都一起跟佛說,我都想擁護這個獨仲授詞法華經的人 隨其須患,若有自求法師短者,令不得便 接著就說出這個咒語,即是說我都是守護這些法華經行者 接著她就說,有什麼擄亂法師,令法師很煩 那些事情,靈上我頭上,莫老於法師 即是說有什麼法老,情願降臨我的頭 即是那個十羅撒女,以及鬼子武,以及她那些兒子 那些眷屬有什麼煩惱都不要侵害法師 讓法師不要煩,情願拒她去突煩 是這樣的意思的 接著他們就這麼多人一起在佛的面前說 若不信我咒,擁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尼樹之 即是在佛陀說,我們現在這麼多人一起念咒 都是以守護在沒法時代能夠講法華經行者的人 或者是法師 所以如果有誰不信從我們的咒文 如果想擁亂說法的人,她的頭就會破作七分 即是頭痛很厲害,好像裂胎,好像亞尼樹之 一起都是跟佛說 她說,細尊我等亦當身,自擁護受慈,毒仲修行,是經者令得安穩,尼珠須患,燒中毒藥 即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會親身擁護受慈,毒仲修行 這個法華經的人 所以令她得到安穩,也脫離很多煩惱,災難,或者其他毒藥 那佛就告訴這個羅撒女 就說,真是好了,真是好了 你們每個人都能夠擁護這個法華經行者 就說,與等淡能擁護受慈,法華明者福不可量 即是說,你們能夠擁護她,你們的福佈是不可以衡量這麼多的 講完這個陀羅尼品的時候,有六萬八千個人就得到無生法隱 即是說,有六萬八千個人就誤得了一切事物,不生不滅的真理 所以,我們都要好好愛護我們身邊的人 尤其是她來跟你講法華經的人 法華經行者,或者法師 也祝福她們 南尼阿靈靖,南尼阿靈靖,南尼阿靈靖,南尼阿靈靖 以上